只有3%到5%的錄取率 3% 那麼厲害 來 看看到底是誰 李儀師 這個大家很熟悉 李儀師這麼難考 對 也這麼厲害 一起來歡迎李儀師 雅雯出場 你好 你好… 大家好 我是雅雯 原來李儀師這麼難考 很難考 真的 但是有證照 必須要有證照才能職業就對了 並沒有 並沒有 那你沒事 那不需要有證照 你幹嘛要考 就是承辦整個案件的 才能自稱是李儀師 李儀師就是必須要有這張證照 有 對 名片也不能帶到說是李儀師 對 所以我們大部分的人 可能以為殯葬業者就是李儀師 大部分你們認為看到的 都是參加告別電禮的服務人員 我聽說 因為我有一個非常好的兄弟 他就是開藏儀社的 對 資本呢 要多少錢才能有一個李儀師 這100萬對不對 100萬 100萬應該是一個 對不對 對 如果你要有五個 你就要登記500萬 500萬的那個 沒有 再上去的話我不確定 但是現在 就是100萬 最少100萬一個 最少100萬一個 對 所以大家如果公司沒有考到的話 就是一直降資本 你說 你說不一定要考到執照 也可以職業 也可以 也可以做工業 但是不能承辦 懂了啦 承辦 承辦就要 主要就是從一開始的接洽到 整個案件服務完成之後 妳當然怎麼會這樣 因為我家人有相關的 對 相關的 我就是在高職畢業 也不知道要幹什麼 就直接 家族事業 直接先賺錢了 客戶機球 一般人會怕 已經習慣了 妳要接觸三里 也沒有到習慣 就是他們是相關 但是真正會接觸到大體的是我個人 對 所以家人只是相關 沒有直接接觸到 像媽媽是在賣塔位 是 爸爸是在火葬場工作 就是維修爐子 那個是檸檬塔 檸檬塔 檸檬塔 不是啦 檸檬塔 檸檬塔 檸檬塔是鹿 她一個字在檸檬塔 好吃的 檸檬塔 檸檬塔的銷售 對 姐姐也是在大公司做行政這樣 跟這個都有相關 一家人都有相關 對 介紹一下 李醫師 李醫師 要做的是什麼 本身這個行業 對 本身這個行業就是從 我們可能知道說 家人需要臨終的 那我們就會開始 醫生就會跟你講說 那可能要準備後事了 那這時候就可以聯絡李醫師 做他還沒有斷氣吃前的規劃 系列 對 就是至少說 要避免說突然家裡的人 往生之後你們會 慌張 手忙腳亂 手忙腳亂 手忙不做 不知道要怎麼辦 這時候就會很多劣質的 就會亂報價 你們可能就會被 對 所以我們就是 從那個時候開始 這是一個良心事 我們從那個時候開始 然後從醫院接觸 又或者是意外現場 然後一直到整個安頓好 所以意外現場你們也要去 有 他們有一個術語 術語叫做什麼 撿豆腐 撿豆腐就是像小飛俠 小飛俠都是 對啊 坐進去的還是車禍的 那頭爆開了 也要去 對 我們都要下去 直接接觸幫他 盡量把大體完整還原 要平回去 對 功德無量 對 功德無量 很多人會害怕 這個會影響到你的婚姻路嗎 不會 怎麼說 因為外貌實在是傑出 長那麼漂亮 對不對 曾經那個新人一進來 要帶去實習 那個情況 因為被嚇跑的 就是有 那時候我還是待在 人力公司的時候 曾經就是 學姐 學長 就是帶著新人 所以要去見識一下 對 就直接把他們帶到那種 遺體化妝間 那遺體化妝間原則上 會把兩性就是 男生跟女生隔開 那原則上就是 一整天 告別式的所有大體 都會在同一個空間 就是兩排排在那裡 這樣子 對 然後就叫他 進去待在那邊 那你如果有辦法 熬得過 那就接下來做吧 對 那如果沒辦法 有一些就會覺得說 欸 我好像去耍頭 不太適合 對 那他就說 我不要不要 對 就雀場就走了 對 所以基本上你也要通過第一關 對 就是要有膽量 覺得是的 他們這個工作是要有那個天命 講真情話 其實也還好 你是後天 我也不知道 我就 天生比較勇敢 對 這個是一個天助 你能不能讓我們知道 你第一次接觸到大體 然後你要 因為一開始 化妝你也會 會 也會 化妝也要會 化妝裡面就有這部分 要把洗澡或什麼 對 洗澡 大體的處理都要會 所以這個對你來說是基本的 基本的 換衣服 化妝都是基本的 那你第一次一個陌生 一個 我曾經也有下手去 直接封補的 就是車禍 封補也要會 整個開放性骨折的那一種 要剪他的皮 肉 對 有在現場剪過藝眼嗎 來 我有看過眼睛噴出去的 不知道去哪裡 那時候 這時候就可能需要 做一下藝眼幫他化妝一下 修復一下 對 也是需要的 結果黑道大哥的案子 是 商禮結束 仇家來尋仇 這個不是周楚楚三愛嗎 對 這電影 一般來講 我們在商禮服務的圓滿之後 會請家人去吃個團圓飯 對 這時候 那個家屬他們就想請我們去吃 那他就會半威脅的方式跟我講說 你沒有來吃的話 我就不給你收錢啊 那結果就因為這樣 我們就去吃一吃 那我們 本來是想說先走 對 但是他有說 那我們也差不多要走了 那你等等我們再一起走 但是就是留下來的時候 我們正要離開 突然有四五個人戴那個防毒面具 然後拿那個蠻大隻的那種 像消防消防的燃火器 那麼大隻 一進來就這樣亂噴 對 然後那時候 當下就是眼睛睜不開 沒辦法呼吸 然後很嗆 對 然後就趕快躲到桌子下面去 那就看到他們就是直接拿刀子 去追著那個大哥 一直亂噴 對 最後還好沒有生命摧毀 就是 沒有 直接又 好像又一條龍服務 沒有 對 看到我過這個 人生的生老病死 有人 你看在商禮 然後為曾家產撕破了 真的 他們看在眼裡 心裡面的這種感覺對不對 就是已經協辦 就是協助處理到尾聲 那我們要核對 就是告別儀式之前 最後的確認的時候 那已經約好時間 那我們到定點 因為她是在自宅一樓 那我就突然看到那個女兒 那個大猜到 就走出來 看妳現在都要怎麼辦 沒關係 然後就是對著那個兒子講 對 然後我們就也是默默的在旁邊 等他們先掙視 就孩子們在掙探 對 他說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你輸了 姐弟還是怎樣 對 有事我們自己輸了 就這樣子 天倫悲歌 我們還是要很正定的 在那邊等他們掙完 妳怎麼樣看待生死 看多了就會麻木 對 就是贏日常 對 沒錯 我都贏麻了 其實還好 可能做骨神經也麻了 像我 有小孩就有接觸到那種 小孩很小 爸爸媽媽就已經癌症 還是突如其來的意外 對 然後就走掉那種就會特別 有感 很難過 對 又或者是說 明明這麼好的人 大家都哭成一片那種 就會特別感傷 也是一個很有愛心的人 對啊 那一般的我們真的就是久 因為我做16年了 所以比較無感 對 已經是日常了 對 非常日常 工作 那個醫院裡面 那個護士被家屬 把他把他推走 他只有淡淡一句話 沒有 已經走了 醫生已經判定 他真的就要送到 還有家屬還沒有過來 要打那個護士 我們就看過這樣子 對 要打那個護士 你怎麼可以把我爸爸 把護士推去哪裡 怎麼辦 那時候已經失控了 對 要打 護士冷冷的說了一句話 因為這個位置 等一下還有人要用 妳怎麼辦 對啊 還有人要用 也是很現實的問題 對 我們還是要接下去 做下一個動作 公德無量 真的 好不好 人美 心又善良 好不好 可以找到更好的下一段 好不好 祝福會 謝謝